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仁德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包括订阅 我会定期给大家推出一些关于多仁德房地产的资讯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分析一下一个新案例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帮一个客人,他是个投资客人 他手上有一些物业,所以他要比较两个地区 一个是Finch跟Young,如果大家熟悉多人多的朋友应该知道 一个是Young跟Finch,地铁站附近 他就是找Town Home,他不喜欢Condo,他叫Town Home Stack Town Home,他的价位基本上大概在60万到70万 不要超过75万,大概是60万到75万之间 他本人也有一些投资的房产,两个地段 还有一个地区,一个是Finch跟Young Subway附近的叠加市政务 还有一个地区他比较中意的呢 就是他现在手上持有的几个物业都是在Richmond Hill的市中心 也就是Bayview跟Highway 7附近 他呢,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叫我就比较一下 这两个区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投资 或者看一下最近他如果想买的话 一般在这两个区域呢,他选一个比较能够他觉得满意的地方 好,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我刚才帮他呢,刚帮他做了一些research 在我们这个地产交易局的数据的这个,就是这个成交 在过去三个月的成交价格来讲的话呢 Young Street和这个,Young Street它的地点在哪里 我说的是Young和Bayview这一块 也就是在这个Sun Hill Community Center旁边的那一圈Town Homes 还有附近的一些新的Town Homes 那一片呢,交通非常方便 旁边就是Young Street 交通很方便 以后地铁沿线也会地铁的,就是Extension Subway也会盖到那里 他这个房子呢,是两三年前就买了 他呢,后来去年又买了一个两市的 所以在这一片呢,我帮他查了一下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呢 从去年的11月初到现在的1月26号呢 成交只有6栋 大部分呢,就是已市的 还有一些两市的 所以总体看来价位是55万 50大几到60万 出点头,这个是一市的 包括两市的 两市的它有的是有一层是在地下的 半个地下的 所以这样的房子呢,涨幅是特别大 如果是两市的 或者是两市在Upground 或者是二楼和三楼 包括在路顶阳台的这样的套型呢 价位呢,在过去三个月的成交价位呢 大概就可以,有的就已经冲到了close to 700 所以呢,我客人的这个买房子呢 它是在两三年前买的 当然现在已经是涨了至少8%到10了 所以它很满意 我们再帮它看一下这个Finch跟Yang这边的Stacktownhomes 我帮它查了一下,过去三个月这里成交并不多 但是它比那个Jung Street跟Bayview这边的这个townhome比呢 它的成交呢是Double的 按照成交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 是Double,它有12个房子成交 平均的价位呢,从一市开始的成交价到47万5 一直到最高这里的三市的这个Stacktownhomes 在Yang跟Hinch卖到了100万以上 这些Stacktownhomes都是要交着管理费的 不是Freeholds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Yang街附近的这个townhomes 即使是Stack的现价钱也涨得很快 最近几个成交的都是超过了70万以上 所以呢,它如果想要投资在这里呢 首先呢,竞争可能比较激烈 因为Listing比较Active 就是说明很多人在看这个地区 第二个呢,如果它要想考虑两市的话呢 预算可能会要超出60大几到70万 就是预算就比较紧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它基本上在Jung 跟Bayview这边购买 但是如果它资金,它如果手上卖到一种房子的话呢 手头有一些资金,Deposit down payment 可以多付一点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它买 因为毕竟Yung and Finch这块呢 它的这个增值潜力呢 会比这个增值比较会快一些 并不是说它的增值潜力会大多少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可能跟我客人提出来的 就是说在这个Yung and Finch的这个周边 一公里之内的townhome呢 东面的比西面的反而便宜 反而要贵 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看好 东面因为是Villowdale 西边呢,即使就是这个房子 也就是靠Yung and Subway 西边的,也就500米之内 就这条街的叫Adora Avenue 在这个上面的两栋房子呢 两市的话去年也就是11月底 成交的两市的 也就是成交价也就没有超过60万 所以的话,而且它的东面的Finch 跟Yung的东南角的那个 那些townhome呢 有的都卖到70多万 甚至于100万以上 当然它们都是户型比较大的 两市的 在三个卧室 超过1000尺以上 但是基本来看的话呢 这个价位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跟地区有差别 即使是在Finch Yung Station 一个东一个西 这个价钱就差很多 同样都是比较新的Condo 0-5年新 10年以内新的这些Stacktownhomes 所以我这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跟客人大概要介绍的 这两个 当然最后决定呢 还是他来决定到底是购买Finch 跟Yung附近的呢 还是购买这个 还是继续在Jungstreet那里 再购买一栋投资物业 好,今天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多伦多的这两个地方 我正好实力帮客人再找个房子 我现在谈的都是这个resale 不是preconstruction 所以大家呢 如果对resale的这个投资也感兴趣 想要分析一下哪个地区 我现在有一些钱 想可能放在什么地方 买一个赠屋啊 或者Condo啊 比较好 请大家跟我联系 也欢迎大家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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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